先 不好意思 请你消失吧 是 是你 明天是什么日子 该死的家伙都出现了 万决于死战吧 你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被我干掉的人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 师父 讨厌这个门 一直以来竟然想着 能杀掉他 这场面似曾相识啊 就算你杀了我 我的梦还是会实现的 我躲在地下这七十年可不是白躲的 飞斯室的秘密我都知道 其实 人类原本是能看见业障的 只是因为城市有屏障结界 才是人和业障看不见彼此 可一旦人燃上了恶心 毁发了城市的规则 此人的屏障就会被解除 业障便会群起而攻之 接着便会派出你们这些该死的监察者去矫正他们 而不分过于强大的业障 城市却屏蔽不掉 但我知道力量中多看平地的方法 他翻吃了大量的子民 他们都是退化不完全的人 没有视觉和思维 唯一的本能 就是吃掉其他的火 现在 他们正从各个出口向城市进发 一旦出了这个下水道 他们就会占领整个飞斯室 到对时 城市的秘密就再也守不住了 救命啊 优贤保护士敏 控制受害范围 警官和杀无论 我准备了七十年 为的就是这一刻 说完了 还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技巧 你真以为那么容易就能得逞吗 什么意思 城市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崩溃 要不然我早就做了 七十年前你没搞懂事 到现在你依然不懂 在城市面前 你我一样要想 你的那些子民正在被吐伤 一个都不会留下 螺螺合体 以确定斯坦丽小姐的位置 所有人员三十秒之内撤离 帝国开启 开启 怎么了 别回头 快跑 要来了 好险 那是什么 激光 监察部的一种大规模武器 只对生物有效 无论是植物 神威 还是业障 都能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甚至能让监察者失去行动 现在你懂了吗 城市根本不在乎谁知道真相 无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高官富豪 都不过是供养城市的公民 阻碍不了他的意志 就连留你信任 也是城市的意思 他想知道你死而复生的秘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随便了 反正审问你的人又不是我 找到你了 我的小宝贝 我会在培养名里给你留个好位置的 你就在那里 好好地当国王吧 喂 站住 谁让你多管闲事 那是我的猎物 不过是条狗 转什么转 我才是最特别的 人家都走远了 听不见的 不过别小看他 就算是狗 也是条受宠的狗 伊万最早的监察者之一 城市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 这么多年依旧深受城市的信任 他身上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嘛 只要是物品 就有用坏的那天 到时候就深情把它收藏起来 先这样 在那样 哈哈哈哈哈 原家快不行了 嗨 拍到 好 酒 不 呃 滚 不许用那么恶心的语气跟我说话 人家有伤在身 挨下这么重的手 原来如此 根据你的调查来看 那个巫明鹿的确很可疑 我会继续盯着它 既然如此 给你个建议 如果某天与巫明鹿发生冲突 最后不要动手 你觉得我会输吗 不知道 但想到巫明鹿 就会让我有种令人不安的感觉 你的直觉比人凭可信多了 令人不安吗 曾经也有个人 上卡农有过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 要这么做 还以为你能问出什么与众不同的问题 到头来只问出这个 你跟所有人都一样 一点都不了解我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必须让巫明鹿和莲安分开 必须让巫明鹿和莲安分开 否则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吗 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 你做得应该好好休息吧 班长 好的好的 学校见啊 真是倒霉 书包也丢了 又要花钱了 莲安 你看你们监察者那边 能不能报销啊 真的是 乌米露 我问你 我问你 其实 你一直有很多事在瞒着我吧 是啊 那我跟你说啊 咱们家吃的牛肉 其实都是猪肉 冰箱里的零食啊 其实都是过期的 还有还有 够了 别再装傻了 我可是谎言监察者 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之前之所以没跟你提过 是因为监察者有规定 跟热物无关的事不要管 跟热物无关的人不关心 是吗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提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不是要分担烦恼 互相支持的吗 伊万和卡农也一样 总是有事瞒着我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不过 没关系 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难处 我早就决定了 不管你是谁 有任何的烦恼和困难的话 都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好了好了 赶快回家吃饭去吧 吃饭了 今晚吃什么好呢 晚上好 伊万 你回来了 呀吼 我们也来咯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别生气嘛 他们是来传达上头的指令的 指令 我家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会议室啊 告你们非法侵占 告你们非法侵占 是吗 我家是你家 方便你我他 来来来 别客气啊 我家 这小子看着挺怂 饭倒是做得不错 那这次又是什么任务啊 你知道 城郊的那个废弃游乐园吗 几年间 很多人在那附近失踪 由于是私人领土 警察也无权干涉 这才转交给监察部 结果 去调查的监察者 也无一例外的失去了联系 吴明露 这个地方跟你有些缘分哦 那个游乐园曾经的主人 是奥氏 难道是 那个游乐园 从未对外开放过 据说是私人用途 近来 傲视破产倒台 城市要来接管这片土地 才发现其中各种诡异 现在监察部称之为 A十一区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组成一个高级调查团 前往此地 等等 那么可怕的地方 我能不能能不能够 怎么能不能不去啊 当然 你就在家待着吧 可他现在还没解除恶人身份 必须要跟着我们 我联系了总部 上面说可以网开一面 只要你取得 两个监察者的认可 就能恢复普通人的身份 莲恩还没恢复监察者的资格 所以这个认可 就由我和卡农做了 从现在起 吴鸣露 你自由了 回到日常 忘记这一切吧 等等 这件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这样处理你有意见 我 按照规定 应该消除吴鸣露的记忆 所以今晚是最后的晚餐咯 他是你的任务对象 消除记忆 就由你来操作吧 证恿 莲恩 利安 自从你出现 就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虽然你一直很烦 但一起经历这么多 你突然离开 我还真有些不习惯 你说我们是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但你我 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一万这么做是对的 这些话 留着跟替代品说吧 马亦要念 晚上好呀 怎么是你 你不是不能随意显身吗 没办法 事态紧急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帮忙 我的时间不多了 仅剩的意识也快用尽了 这次替代品的任务非常危险 有可能死掉 要是他死了 我也会完蛋 你是说 那个A11区的任务 没错 我闻到那里 混进了一些臭臭 这些菜鸟 不一定都能活下来 我得提前做点准备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担心他的死活吗 你在威胁我 我干嘛拿自己的身体 威胁你啊 起码保证活命这点上 我跟替代品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对你的真实身份有所了解 所以我才觉得你有资格帮我 作为交换 我会暗中保留你的记忆 怎么样 你想怎么做 很简单 在替代品陷入危险的时候 呼唤我的名字 增强我的意识 这样我就能帮替代品战斗 保住他的小命 可这次我没法跟你们一起去 这只是预备方案 如果我真的回不来 就需要你到A11去找我 这 这也太难了吧 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的 你是个很特别的人 尤其是最近的表现 让我坚定了对你的信心 放心 你的秘密 替代品不会知道的 好了 我累了 我得走了 等等 有件事要提醒你 别再叫他替代品 他有名字 他叫莲恩 知道了 真美女 那小子竟然没有哭 我还以为 他会一边哭一边说 不要走啊 你想啥呢 鹅头妹 人家都不记得咱们了 你管谁叫鹅头妹 谁叫鹅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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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再见 你快点行不行啊 要出发了 连爱离开后 我也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愿连爱离开后 但愿马尼所说的情况 不要发生 如何将这所谓的 或许 和他们再无瓜葛 才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 就这样结束 无法阻挡你死我 解开记忆中的伤 不再迷茫 不再迷茫 轻轻靠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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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这所有的 对错全都遗忘 如果开始说话 藏着我 I say no 我要让这新的枷锁 冲破了爱的失望 无法阻挡你死我 解开记忆中的伤 不再迷茫 开始说话 藏着我 I say no 要让美心的奔向 持绑着爱的疯狂 无法阻挡他 比我 只留下真理面前 唯一的我 然而过了很多天 他们谁都没有回来 通报 通报 这里是监察部 前去调查A11区 两名监察者 301号和289号 彻底失联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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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